駕力犬領養計劃最後一批共9隻駕力犬 今天下午遷出了日園賽9場 原土地將會移交財政局 一個個狗農整齊派列 每個農上面都寫著犬隻的信息 駕力犬被逐一牽出 牠們要跟這片曾經追逐的賽道說再見了 26號下午 駕力犬領養計劃最後一批共9隻駕力犬離開9場 送往合適的領養者 多謝所有的義工人士 愛護動物團體 在第一時間來到這裡 去幫我們照顧駕力犬 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9隻都離開了 都是去了美國的十頭 全部駕力犬當中 運往美國的有307隻 意大利60隻 英國70隻 法國15隻 德國5隻 香港26隻 以及澳門34隻 在澳門的領養個案中 愛協合共領養了23隻駕力犬 當中19隻 站於本地的養家庭生活 稍後安排 雲往澳洲的領養者家庭 另外 此前廉署揭發 在安置駕力犬事件中 自政署一名負責動物檢疫工作的署長 涉嫌冷用職權謀取利益 但早已也作出回應 因為知道現時沒有人公開的名稱 我也不會公開 這個署長已經被停職 大家都知道 我們開了內部調查 也不會姑息任何一些犯法的行為 按照相關法規 駕力犬愛送及領養期間 採取臨時措施所產生的一切費用 雖然違法者負責 期間 日院亦都有支付部分費用 魚鴨亦都將依法追討 市政署表示 省後將日院賽九場範圍的場地及設施 交還財政局處理 澳洲維視記者車零領 蔡立勝澳門報導